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大利亚必然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 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 澳大利亚始终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抱美国的大腿 抱得更紧 正因为如此 美国也甘愿有这样一个国家为自己安前马后 据美媒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和防长 已经来到了美国华盛顿 与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以及方正爱斯珀 举行了外交与国防2加2磋商 毫无疑问 这次两国外长和防长聚集在一起 讨论的话题仍然离不开中国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华盛顿方面 也逐渐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 以此来降低国内对白宫疫情不利的关注 其实喊澳大利亚来 也更是说明 美国计划把目光放在了南海和香港问题上 对于澳大利亚高官前往美国复会仪式 媒体认为这是一场冒险 毕竟这是三月美国关闭边界以来 澳大利亚最高官首次来到华盛顿参加会议 现在的美国又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澳官员颇有一副不入虎穴腌得胡子的感觉 在之前 特朗普曾希望能够吸引多国来华盛顿 开展及其峰会 但德国深知特朗普动机不纯 想让他们为美国免费宣传 误导所有人 以为美国疫情依旧乐观 所以默克尔直接拒绝了特朗普的请求 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 澳大利亚暂时不会嫌弃美国 据路透社报道7月28日 蓬佩奥在此次会谈中 继续敦促澳大利亚跟进美方的对华计划 尤其在南海议题方面 然而相较于之前对华的强硬立场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 此次态度却显得有点暧昧 称澳大利亚无影伤害与中国的重要关系 此外 佩恩在维系美澳同盟关系的同时 也有所保留强调 美国国务卿的讲话是他自己的观点 澳大利亚的立场是由我们自己决定 28日当天 蓬佩奥称赞 澳大利亚顶住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并声称将美国继续与澳大利亚合作 重申南海所谓法治 他还挑唆称 南海问题不仅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摩擦 还引发了航行自由方面的担忧 对于蓬佩奥的游说 佩恩声称 美国和澳大利亚都立志于法治 他们会重视所谓破坏香港自由的行为 他还称 在应对有害虚假信息抗击疫情方面 美澳两国将继续合作 然而 佩恩同时指出 澳大利亚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 都能与中国或美国达成一致 他强调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很重要 我们无意伤害它 但我们也不打算做违背我们利益的事情 佩恩承认 美澳两国在亚太地区存在共同利益 包括在中国等议题上 双方有着广泛的一致性 但他又说道 我们并不是在所谓事情上都一见一致 这只是一种相互尊敬关系中的一部分 是一种经历了一百多年 盟友关系的一部分 佩恩表示 我们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也是一样 我们与中国有紧密的经济接触 及其他合作 这符合两国的利益 近日 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在前往中东的过程中 和印度海军舰艇编队 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演练活动 随后 美国军里根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以及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艇编队 在关岛附近的菲律宾海 实施了大规模的海上演习活动 此前澳大利亚皇家海军 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 前往了南部海域实施了部署行动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是从7月5日 开始前往第一岛链附近的战斗巡航行动 长期以来 包括印度和美国都试图建立所谓的四国同盟 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如今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日本和琉球拥有众多的军事基地 部署有超过5万的兵力 同时还有里根号航空母舰和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在内的重型武器装备的部署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获得了在第一岛链的永久驻军的权利 通过这个实现了美国的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 日前澳大利亚媒体看文表示 澳大利亚不愿意真正搭上美国的战车 这个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澳大利亚几乎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所有对外战争 不过如今却打起来退堂苦 此前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 在南部海域的部署也就是蜻蜓点水一般 并没有敢和美国一样闯入湿海里的岛礁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姿态 澳大利亚并不愿意和美国一起走向战场 因为一旦澳大利亚真正介入 将会有严重的后果 如今的澳大利亚主要经济来源是来自于资源的出口 而亚太是澳大利亚的资源的主要购买区域 对于澳大利亚并不愿意搭上美国的战车 印度将会非常的失望 此前印度就已经向澳大利亚发出了邀请 试图让澳大利亚正式加入日美印的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 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原本是印度和美国的双边军演 后来日本正式加入了该演习 在澳大利亚加入该项演习之后 就有了四国同盟的雏形 从目前澳大利亚媒体透露出的消息看 四国同盟是难以成气候 这个对于印度和美国都不是好消息 路透社指出 佩安并未详细说明美澳两国的分歧所在 只表示 澳大利亚将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做出自己的决定和判断 在谈到蓬佩奥近期的反华演讲时 佩安也拒绝具体制评 并有所保留表示 美国国务卿的讲话是他自己的观点 澳大利亚的立场由我们自己决定 7月23日 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发表演讲 宣布美国对华接触失败 声称不再继续 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 意图联合其他国家 施压中国改变成立新为民主国家的新联盟 9月28日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举行记者会 他在回应美澳高层磋商相关问题时表示 中方立场是一贯的 我们对地区国家间正常交流合作不持立场 但有关合作应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有利于增进他国国家间的相互的信任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当前美国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 我们希望有关磋商不要发出错误信息 实际上 澳方官员此次赴会 美澳两国磋商前就有了澳媒做出相关提醒 27日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指出 澳大利亚不应支持美国任何新的鲁莽或挑起争端的行计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则指出 澳大利亚在美国退出多个多边机构 及贸易议题上与美国存在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近期出炉的多项数据表明 在澳大利亚当方面挑起中澳两国间的摩擦之际 该国在贸易和科研领域愈加依赖中国 近来中澳之间的矿产贸易量增幅明显 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杰富瑞数据显示 中国购买了全球约四分之三的铁矿石 其中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 此外在教育科研领域 中国已经默默地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研究伙伴 英国位居第三 其次是德国和加拿大 据澳洲财经见闻7月29日报道 今年前四个月 访澳旅客同期骤降44% 对此 澳贸委数据指出 重开周近的不确定性 加上旅行禁令 可能会持续到2021年的7月 2020年至2021年 澳旅游业收入将损失人民币2750亿元 要知道旅游业对澳大利亚来说至关重要 澳统计局数据显示 旅游业为该国经济贡献比超过的10% 也助推了澳大利亚成为亚太地区第四大旅游业发展国 需要提及的是 中国旅客作为澳旅游业的主要客源 每年为其经济贡献约为123亿澳元 是赴澳海外游客的三分之一 不过 这段时间来看 我国赴澳旅游人数已出现下滑的现象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 截至今年3月 在过去一年内 中国旅客已经下降78%至27900人 对此 悉尼的一间旅行社经理表示 近期中国旅客到该国旅行的安全感降低 预计今年来自中国的旅客业务将同比下降100% 目前 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 很大程度是服务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举 而澳大利亚贸然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 一旦美国在选举后进行新的政策指令 那么 澳大利亚将会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甚至相对是被动的局面 在美国当下的反华浪潮的推动下 是具有一定的冒险性的 如果澳大利亚贸然加入的话 日后会成为美国的不正当举措买单 据悉 很多澳大利亚媒体表示担心 自身的国家利益受损 也就是说 他们不希望为了美国的利益 而选择去牺牲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这是所有澳大利亚人都不希望看到的一幕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选择在中美之间站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